你的评估你觉得美国今年的食口年底会去到什么水平 还有对美股走势有什么影响 首先站在我的角度上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样去估 所以你不需要问我估计多少 我觉得这样估计没什么意思 第一方面我不是经济师 第二方面就是说很多利率的变化 你要想一下为什么近期市场对于利率预期突然升温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见过股市跌不下的 你看到无论是道指也好,S&P也好,或者纳指也好 整体现年初至今的跌幅,或者由历史高位累积下来的跌幅 普遍收复0.618左右,或者一半,或者0.618左右 就算面对着乌和那些问题,市场也不是太担心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所有的能源危机、通胀问题、粮食那些问题上面 这些是欧洲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在说现阶段来说你就会见到美国的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好 或者说上个月,或者现在又是这个礼拜 公布出来的美国飞龙数字上面仍然是很强的情况下 所以就是support到联储局的官员近这一两个礼拜不断地说 是价值价值价值,一口气加0.5我们都不害怕的 所以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利率期货市场现在正在显示 整个2022年继续刚刚三月加过一次,可能会加9至10次左右 普遍的利率期货市场股会加9次,当中有两至三次,会一口气加0.5厘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加息与其股市都能够升上去呢 其中一件事你就要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不去太平衡 年底发生什么事 甚至五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面我们不建议就是说三月底 四月都未到的时候去估计,你想一下记不记得有很自从相识的感觉 就是说在一月份二月份的时间,很多声音说三月份一口气要加0.5个 百分点,当时很确实实似的,利率期货的时候显示到100% 但问题是一个乌俄因素盖起来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变 所以同样地你说,估到年底没意思的,现在市况中间就是说 有很多分明囊因素,经济下行压力会是大,随着 轻制下行压力越来越慢慢的增加,加息的步伐也有机会慢慢的减慢 所以我可以肯定地就是说,今年利率市场的加息步伐的变化 会是大,所以同样地,股市的波幅会是大,同样地就是说 指数现在升上去的时候,加息预期自然会越来越高 但去到某个水平的时候,可能不排除就是这一刻 反弹到一半,0.618左右,又开始有个回调的势头再次出现 原因就是加息预期太高了,如果未来有些经济数据 比如这个星期看到飞龙数据上面有些差异的话 股市也有机会跌下去,所以你要想起我们本身 你要分析什么,如果你纯粹想因为 从利率上面去判断股市走势 这个可能短线有机会调犯着,可能在股市走势上面 反而控制利率预期,因为你要想起的就是 为什么这一刻才退QE,为什么这一刻才加息步伐这么急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去年2021年那些时间 原署局就是用了一个错的加息步伐 当时上年应该要加的,现在急急忙忙 加上年未加的利率,所以短线的加息步伐 会是快的,但是能不能够做到市场的预期 将美国的联邦储备利率上面推到去 2.5厘,2厘流上的话,我就觉得还是有很多变数 所以如果你拿着一些和利率敏感的股份上面 特别一些未有盈利能力,是股值很贵的那些科网股 那当然你要小心,一向都说要小心 加不加息你都要小心,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说和税益敏感不是很高的相关股份上面 最终你看其实都是看经济数据而已 所以如果你说判断利率测试上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就是说今年美国上面 应该都有个比较明确的加息步伐 但是这个加息步伐究竟对股市有多大的影响 我觉得最终反而是看波币政策以外的相关因素 那些的影响性会比较重要 因为其实当股市不行的时候 加息步伐就自然会放慢些 在过去两三个月我们都经历过了 未来这两三个月都相信经常出现这些状况